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不要去摸底 你摸底的话你会难过 你要看你的个股 这才是正确的 我有跟大家讲过 这个你要成功跟失败 我用亚当理论来形容 亚当理论就是说 他从来不考虑去摸底 也不会做 所谓做错不结不贪 不贪 不贪贫 白气抓头部或跌部 让市场把他们抓出来 他用这种模式 那跌到这个 今天又开了一个3D盘 3D盘 3D盘一般说不要期望太大 大概是说最低 那今天是5月9号 俄罗斯 5月9号下午 我们今天下午3点要启办他们的圣日日 我看国际的报导 据说这个科米纳亚的那个桥被打了 普丁好像生气了 这不急行 然后另外呢 美股在这个盘后的大跌 大跌 以至于照于今天大跌的一话不可收拾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潇洒走一回 前波段的低点16162 就是10月5号的 去年的10月5号 总共涨了2457元 这一次全部兔还给他 今天全部兔还 今天目前来讲在16107点 跌破前波的低点 10月5号的低点16162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做 我就跟大家讲过 你要盈控你的直股 不要买太多太杂 你买太多太杂的话 买不对股票是很麻烦的 我一路跟大家讲 其实这种盘在我感觉 你们常常看节目的时候 都在讲强势股 有些强势股真的是 时间过了 它就不再见了 比如说像这一档升丰 你看 这一档股票 是曾经达到300多块的股票 乘起而时 乘起大家的最爱 到最后喷出 逃命 从373块现在腰斩到 打破100块 打破100块 今天还跌停板 你看 多产类 这叫做实机财 弩胶手套 疫情发生的弩胶手套 在这一波大涨 另外658了 另外这个2108 这一档也是害很多人 上来以后做WG 现在还没有看到底 我记得我当初是50块买的 上去全部卖光 这一档股票叫做实机财 真的会让大家伤心 还有最近的2915 还有最近的2915 大家都在期待 你看 大家都在期待 为什么会涨这一波 这一档配股 5块钱 现金2块钱 大家都期待这个2915 这叫做做教 三支三支 第一支两支三支三支 都可怕了 所以说买股票要小心一点 我买股票一定是有买有卖 金像店 我那天86块6毛卖掉 我80块买 前波动我们就不谈了 8090 80块买86块6毛 我认为大概涨不太动 我就先减码一半 这是上个礼拜四的事情 礼拜四卖掉 我看这个筹码 还是OK的 我礼拜五再把它买回来 礼拜五再把它 81块8毛再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 再把它买回来 看这一张最准了 这个时间 点位时间 那2368 再把它买回来 目前是小涨 小涨 还可以啦 差强忍意 没有如此的操作 就很容易套到 我资金就做这一档股票 我为什么做这一档股票 第一个 它的这个叫做多头牌类 最底下是叫做连线 它在这边大家在涨的时候 它盘整了几乎快半年 头牌比较干净 然后头信令仰 它的业绩也相当的不错 因为它是做PCB PCB所面临的是中国大陆厂 因为疫情的关系 官场生产 这个还好 这一档股票在中国大陆还好 918是1块8毛 小涨啦 我说当初的时候 我说还有行情 那5号的时候 告诉我要先卖一趟 所以这个都是乳缸 我买的时候我都公开的讲 在前市场上 像我这样公开抢的很少 我拿这个给大家看 目的就是说 我们在印证我们的看法是对的 我们给大家参考 给你参考 你当然你不一定要去买 所以买股票真的是有方法 80块买的 86块6毛卖掉 下来再买 叫做核心直股来回操作 我的会员现在直股只有两档 两档 顶多是有的是三档 比较旧的会是三档 我就是这样做 不会爆很多股票 我相信你们遇到的老师 都是满坑 薄薄的股票 那我股票就是 我有一个习性就是说 喜欢一档股票啊 来回操作 像这种股票 四十三今天跌四九一五 跌我也讲给你听啦 我也不怕啦 今天是跌啦 我是有卖掉 然后下来再买 一部分跌 我也讲给你听嘛 这事实上股票在这边操作啊 我都非常的谨慎 包括我长期操作的长龙 长龙我估计是这样子 我上个礼拜有带部分的会员有做调节 下来我才卖 一四九点五 我上去有做调节 一四九点五 我上去有做调节 这是总统会员钱比较多 它指数比较多一点 我这个有上去有调节一点点 卖一点点啊 我卖股票都是卖一点点 慢慢卖不急得卖 慢慢卖不急得卖 卖了以后再先减码 总统会员股票比较多 可以把它再买回来 就买一部分而已 少量的部分把它买回来 我对会员的照顾到说 有的会员都有个别的股票不同 我都照顾到说 我该通知的我都会通知你 来做这个减码的动作 看我有一个会员是这样子 来给你看一下 长龙及阳明可以卓量减码 这是5月5号 有出吗 出一张 还剩下一张 好好好 明天有高再出 这个是他来参加会员 他握有长龙 我这样慢慢带他出 我是属于这种老师 我会买股票也会卖股票的老师 我不会说一直买股票 你们现在最怕的是说 一天一直买一直买 一直买股票 你会很惨 我对股票就是说 我认为说这个时机过的股票 我不买 像我做奇红 我会讲给你听啊 我就是1月18号买90块3毛买 2毛买的 低买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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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卖 101块买 再卖 这样操作 从1月到现在 已经快5个月了 1月18号 2 3 4 5 4个月 我这一档股票 你们看这个现行 你知道我赚多少了吗 我快到60% 这叫核心直股 改为操作 我今天还没有动手去买它 我上面有出嘛 我有出都跟你讲啊 109.5啦 对不对 109.5 拉回再买 我还没买 看到没有 5月5号 我盖章认证啦 我们是这样带会员 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你们 很多看节目的 像我3491 我这小孩没走 算死海队 有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就要跑 有没有 我都跑 还有一个会员 他有汉行6150 我说200块买 现在纯100块买 还有1档股票 还有一档股票 他上市以后 我一直跟你讲 叫做6719 1000块的时候 才经过几个月 一样是一夜 这个是一夜几号 一夜21号 我买 旗红是1月18号 90块2毛 这一档股票 1月18号是 20号是1000 1月19号 来 看看 来 21号是1015块 全市场我再告诉你 这档股票 小心一点 是新上市的股票 你们要注意一下 小心一点 现在剩价432块 腰斩再腰斩 你没有出的人 真的会很惨 威风也一样啊 方喜红的威风啊 我在这边600块以上 我公开卖掉了 腰斩 所以你们跟着老师 2498 我在这里就跟你说 要死了 有没有 你们还买这个 对不对 套牢 还有些人 卖掉以后翻空 翻空是很好啊 你翻空的时候也不太会跌 那这一档股票 我这一档股票 曾经卖在1200块到1300块 下来的时候 哇 很多老师900块买 600块买 300块还买 很多投资朋友碰到我 老师你以前做宏达店 那么厉害 从100多块做占 占到1300块做了好几趟 你那时候 以后你怎么都不讲它 直到这一天38块5毛 我才讲它 我才开始讲它一段 我就不讲 它最好已经过去了 手机 它就是单做一个手机 最好已经过去了 王血红的 它的时代过去了 它现在做ARVR也有限了 那时候在做 宏达店在做手机的时候 那真的是 哇 打到美国打到日本 无敌手 碰到Apple才挂掉 然后它本来要去中国大陆投资 慢了一步 没有跟华为合作 它假如跟华为合作 它就是风生水起 所以时代就是在改变 你做股票一定要有方法 而不要做死报 活报 我买的 我曾经买过瑞调 你也知道 3592 这个有业绩的股票 我459买进的 股票跌那么多 我曾经在600多卖 600多卖掉的 到这边我才开始接 459 没有 这一天我才开始接 现在大盘跌这样 它也不会赔 有限了 只是我没有做 右股说走一下 因为这个比较贵 我没有说再跑一下 再把它买回来 没有这样做而已 差别在这边而已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买股票真的是 你虽然个股的位阶不一样 但是你要特别的小心 而不要误采到多头的现角 就像东简一样 1708 它现在涨上来 我也不会欣赏 因为我卖在 我卖在69块9毛 我卖掉以后 还搭到一支帐天板 有会人跟我 老师你比不大 人家你卖完人家 还帐天板 我说对啊 你们都喜欢帐天板 你总有一天你就知道 因为我是强短而已 我强短我也讲得很清楚 我这唱歌 我跟这不一样 你看这金光党 每天讲帐天板打高空 你们这些人 你们现在满手是股票 至少20党 我不会跟你们骗 他们都想就 农娘拿去就有农娘 现在这人有去 水的这人有去 他也有水的 他现在生化科也有了 对不 这都有了 水起了 这也都有了 对不 泰国拿去也有了 你有那么多股票 你有那么多钱吗 这都争效的 给你们看着白老师 你给你们骑 给你们骑股票 我上天板还刚才会完 他参加白老师 跟我说 老师 我看你的股票 怎样都 你会败 看你这么怕死的 人都会败 人都会败 人家老师都 不在发武的 不在发走的 怕死没走 那中华民国第一公 中华民国第一公 中华民国第一公的老师 怕死没走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第一公的老师 怕死没走 你为死的 我就抱一个 那个叫会计师 他就是会计师 他怕死没走 他说 财务报表这么好啊 我长线看好 我看两万点三万点 我为什么要报 你要知道 固然是如此 可是你的投资朋友 是天天睡觉 辗转难眠啊 股票报那么多 怎么办 而且像我买股票 我都讲得很清楚 我一档股票就是 先进去十分之一 再加码十分之二 就是五分之一 顶多五档股票 我现在两档 多一点点 像齐宏会有卖一半啊 那个是 比较有钱的 特别会员 清代的买 像这个特别会员 跟一般会员 金像店 我有出一半 下来再买啊 这样子操作 很放心啊 跟我做就是安心嘛 你不要说买一大堆股票啦 我给你建议啦 我常常在买一大堆股票 不要买太多股票 买这么多股票的 还有一个会员 他说他参加白的 要来参加我啦 他说我参加那些老师 有够厉害 说安卓什么很厉害 他一天叫三几股票 在反弹的时候 我说一天叫三几股票 一天叫几股票 一天叫几股票 他说大概十几股票了 他参加了两个月 叫二十几股票了 他说五个月 他就要靠五个月 他躺在平衡台南 因为手机零六啊 常常靠到来 老师叫名 我说我自己说要走 这么多股票 我自己说要走 你都不要走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厅室 这个厅室 我看我根本就不在乎啦 我说我都有买嘛 有买我们就有钱人会买嘛 这就是内行人看不到外行人看的那种 那为什么不放空 现在你说换工容易吗 有些是不能融资融建的啦 股东会要到出钱出息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 做期货那是另当别论啦 或者在开外一个期货软件 上个礼拜五的完盘 完盘就换工下去了啦 它软体很准啦 尤其是上线更准啦 那我们不谈那个 二低一高黄金法则 稳定获利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我才会买 没有 我不会乱买股票 我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 台湾股市跌到3955 我认定那个就是低点 所以我在波浪理论里面 用3955作为我基础 理论的基础 来计算它的高度 2018年 2018年可以算到120 差20点 我1855跟你讲 1855跟你讲 小心 有没有 前市长我在讲这个 这才是真的 最高上层的波浪理论 这我的著作来对就有些 波浪理论 K线帐 还有其我 其我我也是 这本主要还顶一下 这本主要还顶一下 要用最新的秘诀 我跟大家来分享 我这本书外面不卖 只有给我会员 外面不卖 为什么 你一定是我会员 我的学生我才给你 我这一本就是秘诀在里面 不随便给人家的 我们快速激动 隔日冲 三日冲 追求绩效 长短辈子 花式集裁 母亲节虽然在昨天过去了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套牢 你不会处理你的股票 你来找我 黄世民是大家的好朋友 你的股票 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世民感恩 母亲节虽然过去 我们一样把时间加长 第一次这样打下来 让你能够感觉说 什么叫做投顾的老师 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2394-61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行情啊 真的是潇洒走一回 这探没吃完 这料有吃完 你绝对不要做这个 所谓的扩张信用 不要去借钱 不要做那个融丝 你要迈向成功 就是要懂得亚当理论 这些法则 绝对不要贪贫 不要贪贫 要有停损 然后不要去拆底部在哪里 保持弹性 至今灵活 我们是要赚钱 不是要做股票 做股票只是手段 是荒惑 但是赚钱才是我们心中 在我们心中永远的最要紧的 欢迎你收看 1点到1点半 下午的晚上10点到10点半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门道 这种强势股账给你办 还分析强势股 为什么它强势 你认为它有吗 有吗 好即便有 它手上是很多很多很多的股票 你怎么办 你要当白老鼠就去吧 快速激动 隔日冲 三日冲 追求绩效 长短配置 我们有长线的主流 短线的操作 就是花17才 17一过 那些股票一定要卖 不然你一定会套牢 套牢以后 你要 靠妈咪 我要把你骗 台湾股票市场真的是 要很谨慎 而且很努力才有办法赚钱 市民盈利感恩 母亲节 我们把时间 大堂姐姐你的股票 把discount打下来 欢迎你 一起大家来打拼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